你们说连锁店开的最好的是哪一家 沃尔玛还有什么 麦当劳 肯德基 加勒夫都不是 连锁店开的最好的是释迦摩尼 你看佛字 是一个人字 加上一个美元掉过来 大家好 我是路易斯 欢迎来到真实的昏默 近日一个小女孩的履历 惊爆网络 出版三本书 一天能写三百首词牌 两千首诗和一万五千字小说 同时还担任新闻记者 演讲师 这一切来自一个仅有十六岁的女孩 老实说我上次看到这么逆天的履历 还是凤姐 随后这位名为曾某诺的小女孩的演讲视频 开始走红 视频中的她自称当时的年纪只有十岁 来自浙江慈禧 今年十岁了 今年要十岁了 她身着礼服裙 操的这种完全不符合她年纪的口吻 向台下比她年纪大的观众慷慨激昂地发表这一段 关于演讲如何改变人生的演说 她台风稳健毫不确诚 举手投足之间显示着诡异的成熟与老恋 仿佛某位成功学大师灵魂附体 这种传销式鸡血演讲并不显见 每隔几秒钟就要和观众来一段 好不好啊 好还是不好 要不要式的快问快答 大家觉得棒还是不棒 每隔三分钟一次的全场举手 后面的朋友请挥挥手 仿佛是老家婚礼上的私仪老师 穿插其中的排比剧自恋程度爆表 据说认识陈宇诺成功不会犯错 认识陈宇诺你将未必死 而最令人不适的是她那奇怪的语调 现在后 现在后 后后后 获得南派传销演说的精髓 听众掌声 群众纷纷表示有那味了 在她的演讲视频中 她多次提到自己失从一位叫基建金的老师 基建金曾任香港轩辕国际产业集团董事长 曾经上过超级演说家 公开的资料里有着各种不明所欲的头衔 诸如各种专家 总裁 创始人等等 曾某诺的演讲与她如出一辙 从穿插其中的土味音乐 亢奋加煽情的舞台风格 在演讲中 曾某诺突然跪地 哽咽着讲述与父亲之间的故事 这一举动 与基建金在2013年参加安徽卫视 超级演说家节目中的表现 几乎一模一样 此外 他们都在演讲中不断强调自己演出的出发点是为了爱 成功学的演说家论姿排辈 注重师门传承 堪比相声界 来头是一个比一个大 基建金的老师是号称亚洲销售女神的徐赫宁 在她的演讲中可以看到同样的表演风格 仿佛批量复制出来的一般 招聘多少人 三五个七八个十几二十个就顶多了 是还是不是 是 各位 一不小心一天招聘了两百多人 现在的她可以自信面对五百人发表演讲 大家觉得棒还是不棒 那如果是面对一千人呢 不可思议的是 她可以面对两千人发表演讲 大家觉得棒还是不棒 假如我能够面对五百人演讲 你们觉得我的改变大还是不大 假如五千人呢 不可思议的是 在过去的七年时间 最高纪录 基建金老师一次性 面对一万三千八百人发表演讲 不同的是他们的师承 而徐赫宁的老师正是无人不知 鼎鼎大名的成功学大师 陈安芝 以防不少人不明就里 这里特别著名一下 这里的大师是打了引号的 并不是说他们真的是某个领域的专才 事实上绝大多数的所谓成功学大师 都是不学无数的大忽悠 一生之中最大的成就就是骗人骗财 在一顿销售话术和疯狂洗脑后 开始端出价格不菲的课程 劝你购买 不少人为此倾家荡产 可你说这不是明摆着骗钱吗 用不着著名 但现实是你了解 不表明其他人也了解 不然没法解释 在诸多成功学大师被爆出诈骗传销后 还有这么多人趋之若鹜 甚至到了连小孩都不放过的地步 接下来就让我们扒一扒成功学的 前世今生 从机场的畅销书架 到地摊上的曾国藩 杨皮卷 成功学无处不在 延然一门很大的学问 但事实上它虽然叫做成功学 但其实并不是具备任何的专业学科特征 大多不过是一堆性命鸡汤 加励志故事的集合 怪以国学或者开发潜能的名号招摇过世 早期成功学倡导的情绪管理 改变态度 是可以在一些短期的工作中 取得比较好的激励效果 后来为了迎合现代人急功近利的心态 他们喜欢把贵在坚持实践出真理这样的常识 当成什么了不得的独门心法 把特定的人群的成功案例当成普遍的必胜法则 最终目的不过是贩卖课程 把学员当成自己敛财的工具罢了 甚至被认为是成功学鼻祖的美国人 戴尔·卡奈基 他那本堪称成功学圣经的人性的弱点 也不过是一本国人拼凑出来的书 卡奈基的核心理念 如果有足够自信 每个人都能成功 被后来的成功学奉为规念 你能在各种成功学讲座中 看到这种人定胜天式的豪情万丈 必须要拥有最强烈最强烈 最强烈超过所有人的最强烈的几乎心 要快速增加200万 首先你要拿掉大脑当中一切的障碍跟限制 以成安芝为代表的国产成功学大师们 在从安东尼·罗宾等西方成功学大师处取经回来之后 将原本用于指导社交和人际关系的成功学 转型为致富成功学 当时的成安芝 号称心灵潜能大师 此前在台湾被指控非法集资 恶性倒闭 名声败坏的成安芝来到了大陆 成为了国内成功学的Messiah 收取巨额费用的城市成功学 进行的是封闭式培训 课上总结的若干条成功法则空话漫天 任何人成功需要具备两个条件 第一个就是拥有良好的态度 第二个是拥有一流的技巧和能力 叫吹牛大会恐怕更为贴切 结束了三个月 7月16号的时候 还出了人生第三本书 666首诗集 22岁半就成为了 锦丁手唯一一家女子大学的校长 世界销售之神乔吉拉德先生 亲自给我扳发 亚洲销售之神的冠军奖杯 诚实课程真正的力量在于 他使用夸张的方式 制造出了一种类似于 集体催眠的现场效果 让听众陷入盲目狂热 在这一类课程中 讲师每说一句话 都会在结尾上加上 大家认同吗 是还是不是 同意还是不同意 还是不对 好还是不好 棒还是不棒 而学员则必须大声回答 是 认同 yes 每一场培训 必然包括在动字大词里 整齐划一 支起动作强烈的舞蹈 以及我要成功 一类口号的重复呐喊 这种模式很快被广为模仿 适用于各种学习培训的课程当中 在21世纪的头些年 一系列历史大师 营销大师迅速出现 领航国际精学界 斯巴达留一秒 超越极限 梁凯恩 成功学培训 从个人扩展到企业 从团队凝聚力 到企业执行力 培训行业几乎形成了一个城市学派 大致的成功学的培训 大概包含以下的几个步骤 第一步 拉人头 发展学员 公司已给成功人士充电学习为由 通过自媒体和互联网平台 出售多种培训课程 以及在QQ群 微信群 贴吧论团中疯狂拉人 以商学院为幌子 通过拉人头 听课发展学员 他自己交纳5万块钱成为合伙人 他再吸引一个客户进来 他可以获得5万块的40%的提成 如果再拉一个人 又可以获得这个5万块钱的 50%就是2.5万 为了营造厂厂爆满的演讲盛况 厂家观众多是合伙人 而他们的任务就是当托 与讲师互动带动气氛 第二步 包装大师培训洗脑 每一个讲师都有一系列的光环头衔 比如包装成 有多年营销经验的成功企业家 鼓吹自己曾经为多家上市公司做过企划 一场招商会就可以帮助企业创收几千万 闪亮的头衔 为的是诱骗一些创业人士 或者中小企业主参加培训 而这些有着炫目概念包装的培训课程 多是团伙成员从网上查找的营销话术 和鸡汤文拼凑而成 正所谓句句都是正确的废话 招招都是致命的空招 演讲内容往往是自己之前多么多么悲惨 自从跟了某位老师从此跨上人生巅峰 我为了省钱每天都吃半面扁肉啃两片面 然后就跑去吃半面面 可是当时我们哪里能赶到钱 遇到了老师之后 在一场找出总裁班的课程当中 我看到了吉建金老师 一不小心我两个半月就变出了一台价值六百万的老师来师 唤醒自己真正人生要成为谁样的人 现在的我不管走到哪里都是身带光环 中间穿插爱与感恩的煽情段落 爱是付出 爱是感恩 在我遇到贺宁老师之前 我不懂得什么叫感恩 徐贺宁 你不属于你自己 你不属于你的家庭 你是属于这个世界 大师们的演讲极具感染力 丰沛的情绪 夸张的动作 打鸡血的口号 时不时跳几个抓钱舞 活跃气氛 都让听众来不及怀疑和思考 希望人见人爱 花见花开 车见车胞胎 鬼见鬼走开的朋友请去手来让我看一下 听科教科比 从小从来见到篮球的第一天你都又爱上了篮球 一字 怎么写的呢 上面是一个人民币的两脚号 底下是一个什么字 随时想赚钱 这个字就最好 随时你供官公 供武财神 学他一个字 什么 你要看这个传书写得更厉害 上面是人民币底 是美元 在锣鼓喧天豪情万丈的课堂中 在一群托儿的配合下 听众便陷入盲目崇拜 不知不觉被成功洗脑 第三步 诱骗签约 获得学员信任后 便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有卖书的 卖产品的 卖字画的 卖课程的 还有卖T恤的 也有以做营销策划方案为由 诱骗中小企业主签订几万 至几百万不等的合约金 或者是策划费 同时许诺帮助塑造企业品牌 提升产品销量 让业绩发十倍甚至是百倍 而事实上提供的服务仅仅是设计产品logo 在搜索引擎上做推广 为协议设计网页等互联网营销方面作业基础的程序 让人不知不觉就掉到了他们设好的圈套当中 如果你成功了就是因为上了我的课 如果没有成功是因为你还不够努力 还要继续买课 2019年年底 有媒体爆出中年妇女牛芳芳和秦雪 参加了陈安芝的课程 就被价格昂贵的成功学培训 害到了几近家伙人亡 此前其他多位大师也传出各种诈骗的问题 深圳警方最近破获了一起涉嫌诈骗传销的案件 抓获多名在网络上流传很广的 所谓成功学和营销学大师 买零八万元的费用 然而最后他连领头都没收回来 关键是我的精神折磨 我的眼泪可以拉痛来脏 因为我不知道怎么样跟孩子牵 给国产成功学下一个定义的话 应该是这样 教人在最短的时间内 以最小的代价 最简单的方法 获得最大的成功 其本质是一套机会主义 妄图通过大师的人脉 平台 心法 来实现跨越式的发展 然而天下没有掉馅比的事情 事实证明 越是投机 离自己想要的越远 成功没有捷径 到最后 最终赚到钱的 不过是那些大师 和他的徒子徒孙们 只不过 他们已经成为了 庞氏骗局的一环 另外成功学 消解了多元价值 以经济和社会地位 来定义成功 而事实上成功的定义 应该是多种多样的 像高考成绩 不能成为人生的唯一目标一样 一个多元的社会下的成功 不应该以单纯的有钱来定义 就成功学大师 不断灌输给学员的 花钱等于成功 我拿来送 我去年在马来西亚 送了几十三百台房车出去 送房车 冤枉钱 冤枉有多大的气度 冤枉钱都花两个亿 那办实事的时候 拿个十个亿 那不是台校间吗 听懂掌声 金木蒂 无非是想怂恿台下的观众 来买他们的课程而已 最后 用一个时常拿来 反成功学的故事 分享给大家 多年以前 有个流传很广的传说 海里某座岛上 有大量的金矿 很多梦想发财的人 听到这个故事后 纷纷赶去挖金子 然而最终赚到钱的 却是百度人们 上岛的船夫 因为那个故事 就是船夫们编造的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 请点赞留言 或者转发 你的支持 是我们做出 更好视频的动力 谢谢你们